大家好,我是叶永诗,是香港小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跟指挥。 我非常的兴奋,因为很快我就跟乐团一起到台湾演出。 虽然这一次不是我个人头一次到台湾演出, 是头一次带我自己的乐团过来跟台湾的观众见面。 这次我们的音乐会里面的节目,我觉得非常的丰富。 主要的我们是带了香港作曲家陈庆恩老师的作品过来。 这个新作品叫做《乐破》,是为二胡跟乐团而写的。 而担任二胡独奏的就是台湾很有名的二胡演奏家黄凌杰。 这是我们头一次合作, 也是香港跟台湾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,我自己觉得。 那《乐破》这个曲子,我们刚刚做头一次的排练。 当然很多东西需要磨合,我觉得这个作品写得非常的有意境。 而且这首《二胡》应该说是协奏曲了。 里面二胡的鼓作部分当然是,不论在技术跟他那个音乐上面的表达,都是要求很高。 而陈教授,他本来自己也是一个拉二胡的演奏家,所以他对二胡的认识非常深。 《乐破》是他为《胡琴》而写的《协奏曲》里面的《月亮》的系列里面的第三首。 这次我非常期待跟台湾的观众演出这个作品。 那这一次的节目里面,除了《乐破》以外,我们还带了香港非常有名,非常出色的钢琴家李嘉玲,跟我们一起合作。 《乐破》的钢琴协助曲。 那下半场的交响曲呢,就是《Shostakovich》一曲交响曲。 那这一套节目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。 那到时候,希望台湾的观众都喜欢我的选择。 正 summer! 红杉斌工作室 夜餐工作室